欢迎收看G-Chen Ultra POP 这个品牌除了发表很多高级音响外 家庭影音组合也出了不少 最近收到POP 推出的旗舰作品 Malify Max AXSR 一条拥有7.1.2 频道的三巴 到底声音是怎样的呢? 立即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我们先看看声音的外形 整条都挺长,两个手臂 另外,整支声音笔差不多占了九成 都会有布面包裹 上面这边有实体键 有开关、转输、蓝牙、大小声 还有一个Mule 反正机背后面有不同的收入 分别有三组HDMI 收入 一组E-Arc HDMI 然后是光纤 后置和低音配置 还有USB 如果连Wi-Fi 亦会有盏灯显示 后面的桑枝就是这样 有三组额外输入 如果一般电视机不够位置 这边都可以用 就可以省电视机HDMI的输入 前面中间这个位置 会有一个走马灯的DISPLAY 能够显示的资讯都相当多 例如可以看得到 你播放什么格式 前后置有没有关系 以及选择了什么场景的效果 等等都可以提出来 看到的资讯 比其他牌子的Soundbar 都要多 至于单元布局方面 虽然Soundbar 只有7.1.2ch 但实际上有14个实体单元 分别两边都有一个2.5寸的全频单元 做向上发声的天空声道 前面左右两边有两个3寸跑道型 以及一个0.75寸的软球顶高音单元 另外中间会有两个2.5寸的跑道型 以及一个0.75寸的软球顶高音单元 后面有一对3寸的全频单元 无线SR2的后置 以及最后会有10寸超低音 后置的单元方面 都挺小的 以及有一点斜斜的 像一个梯形的摆放 切剥口都会在后面 用这个烧烤楼 濕电去给电 摆放的时候 可以挂墙 以及可以落个Stand 另外它的底部也有一些胶垫 你可以直接放在梳化后面 也可以 超低音也有一个挺大的音箱 以及也会发现到 它的气孔都会在单元的隔离 整个超低音的长度也有差不多 大家摆位的时候 就要预算松一点 规格方面也挺丰富 支援到Dolby Atmos 以及DTS-X 另外影像的讯号 可以支援到Dolby Vizzo 以及4K HDR 其余Chromecast Google Home AirPlay 2 Spotify 以及WiFi Connection 都一样有提供 另外值得提 POP也加入了SDA的自家技术 可以抵消串扰的失真情况 还原到最真实的立体音场效果 另外也提供了 一个叫做Voice Adjust的功能 可以增强对白的清晰度 以及厚实感 就像耳机增强人声功能 接着会跟大家谈谩我的遙控 因为整支3板也没有 电源般上所有操作也要透过遙控器 我们要看看 遙控上最顶有开关 给您直接揀 TV 蓝牙和不同iqu像 Add ve Bass 控制 Trobe 和 Surround 后置 亦可以控制大小声音 旁边有 Voice Tune 声道 Heist 和 Delay 都可以选择 Delay 方面 可以升上电视机的声音和画面 中间有大小声加减 和 Mew 的声音 最右下角有声音 有不同场景可以选择 总共有五个 最后左边有 Info 按钮 这个按钮可以查阅 现在接着什么 或者听着什么格式 都可以用到这个 Info 按钮 就可以完全看回 和大家在 Soundbar 说了这么久 是时候要去试试 准备会试试看电视机和听歌 今次的接法都会用电视机的EAR-C 直接接到 Soundbar 的EAR-C 插头 做今次测试的设定 是什么样的 你好像不知道我是谁 我不管你是谁 走吧 不要自找麻烦 不要自找麻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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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好 好 來吧 來吧 要把這門閉上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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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看电影与听歌,先分享听音乐 先讲讲看电影方面 首先第一套,会选上戏来看 我选上梁朝夷与陈发拉对打调整那段 最初一層发拉卷起了很多树叶 你会很明显听到树叶的旋转声 呈现到一个很完整的3D 把位感 接下来是一个十环 会不停在画面周围走 穿穿插插,左右左右 很清楚听到这个 object 移到不同的地方 所以距离感相当明显 梁潮卫也会在那一段 不停打出强硬的拳风 十吋的超低频 真是完全发挥到它的作用 听到觉得拳拳到肉的那种冲击感 好像真的被它打中 感觉非常逼真 接下来再看一套比较旧的戏 2015年的Unbroken 《非凡生命力》 我选了一段很多大型飞机 去敌方投宅炸弹 当去到敌方上空时 有一些反击、炮弹打上天空 你都会很清楚听到 每一粒炮弹在不同位置爆炸 呈现到很精准的定位 看后一点就有敌方的飞机 又开始反击 你会听到飞机又会由远至近走过来 做到一个非常好的连贯性 至于听歌方面 我都挺喜欢这个Soundbar 的人声表现 听起来相知有感情 还挺有味道 而且Soundbar 的音场做得很阔 听上去也是挺有立体感 其实我听上去的时候 感觉不像在听一条Soundbar 就好像在试音室里面 听着一对二频道的扬声 最后也讲讲一些值得改善的地方 整对Soundbar 本身都挺长的 我这个 55 吋的电视机 因为有两边脚架的关系 Soundbar 不可以放在脚架中间 如果可以做短一点的Soundbar 可以照顾一些小电视用家 就会更加理想 另外就是十股化设计 它的气孔可以坐在音箱后面 不需要坐在单元旁边 变成整个音箱可以做短一点 在收纳上是比较方便一些 Manify Max AX-SR 7.1.2 的Soundbar 以前售价是售价7,280元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留意影片下面的描述 我会将相关的网址给大家去参考 今集的Soundbar评测就讲到这里 喜欢影片的话记得点赞 有问题在留言 如果你有玩Soundbar 不妨留言分享一下 你手上用哪个牌子 或者Soundbar 的感觉 设定是怎样的 好了 今次的影片就讲到这里 下条影片看看 什么新的音箱产品和大家分享 下条影片再讲一讲 拜拜 下条影片 看看